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杉杉养花 我是杉杉 咱们喜欢养花的朋友 应该也都会养一些水果盆栽吧 像什么橘子树呀 小金桀呀 苹果树等等 那前两天呢 就有位花友过来问我 自己家的这个柠檬树 开了花就掉 做了果也留不住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正好我这里还有几盆柠檬树 咱们大家呢 就一起来交流一下 柠檬树到底怎样 才能够做果成功 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花友家柠檬落花掉果的原因 那就是他不知道听谁说的 柠檬是大果实 需要的营养要更多 所以说在他做果的时候呢 需要及时的补充肥料 所以他在柠檬的花期呢 就四五天给他施肥一次 最终导致肥害 那掉了许多的花苞和小果子 其实养柠檬或者是 其他一些结果类的盆栽的时候 并没有咱们想象中的那么难 咱们只需要在这个 瘦粉和树花树果这两方面 给他特殊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像其他的什么光照呀 施肥呀 全都按照咱们正常的养花形象就可以 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 瘦粉方面的问题 瘦粉就比较简单了 咱们只要看一下 这个柠檬花的中间 有没有花柱就可以 有花柱的就是雌花 或者说是两性花 那瘦粉呢 就直接用一个棉枪呀 或者是什么毛笔呀 在旁边的花蕊上 把这个花粉 给他扫到中间的花柱上就可以了 那至于像那种 没有这个花柱的是雄花 是不能够去结果的 不过咱们也可以用它的这个花粉 来给雌花受粉 有些花友可能就懂一些 这个结果方面的知识 觉得花太多的话 它的养分分分不过来 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花卉呢 不能够正常的结果 那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这个柠檬树 在自然状态下 它自己就会自动的输花输果的 一般养的好的话 一颗大一点的喷栽 最后能留下六七个大果子 特别漂亮 说完了兽粉和树花输果呢 再给大家说一下 施肥上面的问题 那其实咱们视频一开始 说到的那句 柠檬是大果实 需要的营养更多 这句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想最后能够吃到柠檬 咱们确实是得施肥 但是施肥不能够在花期 或者是做果期 最好呢 是在小柠檬有枣那么大的时候 再去给它施肥 到时候直接给它喷湿 磷酸二丁甲就可以了 柠檬一般是在四到七月份开花 等到十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呢 果实成熟 平时养护除了刚刚所说到的 瘦粉和湿北以外 还有就是要注意 充足的通风和光照就可以了 如果说您也想着 等到冬天可以吃到 自己种的柠檬的话 不妨呢 现在就去买一盆时间刚刚好 养花其实并不难 关键在经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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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